每日福音 然后有些法利赛人来到试探耶稣说 男人用任何理由休期都是合法的吗 耶稣回答说 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 创造者当初造了他们男和女 并说为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自己的妻子结合 两人成为一体 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个 而是一个身体了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他们又问 可是为什么梅色法律 吩咐男人给妻子写一张修书 就可以叫他走呢 耶稣对他们说 因为你们信应 梅色法律才准许你们修妻 但在起初并不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们 除非因为妻子淫乱 谁修妻另娶 就是犯了奸淫罪 谁取被修过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 门徒们便对耶稣说 人与妻子的关系 若是这样的话 那不结婚反而更好 但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受的 而是赐给谁 谁就能领受 有些人生来就不以结婚生育 有些是别人使他们如此 也有些人为了天国的缘故 而不结婚生育 谁能领受就领受吧 耶稣今天毫不含糊地 支持家庭的完整性和神圣性 因为这是天主工程的一部分 耶稣也呼吁保护弱小者 免受剥削和不公义的待遇 特别是在离婚问题上 避免伤害妇女的尊严 家庭是天主在创世之初 对人类的计划 亚当和鄂娃的夫妇关系 是不可拆散的一体和爱的共融 婚姻和家庭不仅仅属于夫妇自己 反而更首先属于上主 当人们讨论夫妻要如何分离的时候 耶稣却教导人 该如何相爱与团结 该如何建树与保护 耶稣要求我们不再心硬 而要关怀他人 特别是关怀那些离婚的弱小妇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又是如何去关怀 这些需要被关怀的人呢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